大家好 歡迎收看價值營投資 今天大半十五上漲了七十幾點 強度有越來越增溫的現象 你看一下這禮拜 大半十五已經連續五根紅黑棒了 那今天成價量呢 首度突破一千億喔 今天成價量一千零一十二億嘛 而且眼看著 之前這一根長黑就快要被吃掉了 我昨天才跟你提到 只要這一根長黑被吃掉 大半十五就有機會上攻萬點 所以盤勢的脈絡 在融資預額不斷的下降過程當中 已經達到一個籌碼非常穩定的現象了 同樣你來看一下 從大半十五一萬點下壓 到今天反彈上來 融資預額幾乎每天都在減 幾乎每天都在減啦 不管大半十五跌還是漲到昨天 沿路地減 跌幅已經超過兩百八幾億了 而且融資減肥的幅度 已經超越大盤跌幅的空間 這是一個籌碼穩定的現象嘛 再配合著今天 大盤的量價結構 以及型態上的一個掌握 強度已經增溫了 有沒有你就不要客氣了 大盤強度增加 代表你的操作難度降低 我給你一個建議 積極買進強勢股 你反敗為生的機會來了 你反敗為生的機會來了 積極跟我買進強勢股 強勢股發動點 發動了你跟我買 對你來講 獲利垂首可得 我不會信口開額 我看到什麼現況 我就告訴你 你要做出什麼策略 所以在盤 既然已經展開 這麼好的一個走勢出來 什麼樣的個股 買在發動點 對你的操作跡下 會產生一個正面效果 之前我們操作這一檔上圍 你就知道了嘛 6月5號 它是發動點 五天轉折叫買點 趁它回檔我下去買 支撐話給你看 最新的五月運收 年成效率高達112% 基本面型態符合強勢股的要件 五天轉折叫買點 我帶你上車 我帶你進場 6月5號趁它回檔 9點45分 上圍265附近買進 你看看 45分 當中一個加位在263 你自己對時對價 265附近保證一定買得到 大概可以買在263 買完之後股價 有沒有定高 大盤繼續整理 上圍我讓會員獲利當中沒有受傷 6月11號已經來到292了 這禮拜二來到300 完美啊 親愛的觀眾 昨天上圍已經來到310了 從263買進到昨天收盤價 10張43萬 你看到是一檔強勢個股的一個基本面 形態跟籌碼的穩定度 就像大盤指數 這一波的回檔修正整理過程 融資也每天在遞減 散戶被震得七分八數 已經越來越多人放棄這個市場了 所以遞減了287億的融資 就是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你的口袋當中 就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把信心留在手上 所以台股給你賺錢的機會是越來越多 你要反市場操作 越多數的人站在觀望 站在賣方 你就越要跟我大膽買進 所以整個上圍 籌碼穩不穩 基本面漂不漂亮 五天轉折的買點是誰帶給你的 六月五號 二六三 開始買啊 到今天為止 沒有動啊 同學你跟我買在發動點 你就不用怕今天的震盪了 我說你有沒有知道嗎 上圍的股價 從這一天開始 大盤的一個走勢呢 從哪一天開始 從最近才開始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候六月五號 上圍是不是在發動點 今天來到這邊啊 他有沒有比大盤走勢要強很多 對不對 大盤幾乎沒有什麼動 今天才往上推高啦 如果從六月五號的一個基準點來計算 今天小漲 但是上圍大漲 這就是你要佈局的標的 買在一個發動點 強制股至少兩個要件 基本面型態要夠強 如果從哪又穩定的話 賺翻了 我沒有誇口啊 我們用真實力的工夫 帶領會員買在一檔發動點的股票啊 你有沒有這樣的人耐 一千多檔股票耶 哪一檔股票要發動了 你懂嗎 哪一檔股票基本面型態夠強 你懂嗎 這些專業的一個研究工夫 交給我跟我的研究團隊來幫你完成 我會使命必達 但是你不要光望 這個盤 大盤強度既然已經漲開了 類股輪動輪漲之間的強度也會更強 掌握住輪動的一個節奏性 你賺錢利潤一定更多 不要被融資源不停的一個遞錢 認為這個盤不應該漲 親愛的觀眾 等到這一根黑K棒完全被吃掉了 有些個股的一個上漲強度會更大 所以盤的脈動 就事論事 五天的紅K棒 強度蠻不錯的 配合著今天大盤成量超過一千億 接下來強勢個股要怎麼操作 我們今天布局的兩檔發動點的股票 為什麼要告訴你積極買進強勢股 強勢股你只要跟我買在發動點 就如同上尾 263開始買到今天為止 你會害怕高檔的一個震盪整理嗎 我們選給你的基本面相當優質的股票 就是你操作的品質的保證 你投資一家公司 你要不要看過它的基本面 至少要吧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值錢 那你知不知道它的型態是強勢股 那你知道它什麼時候要發動嗎 我知不知道 上尾買在263 你看到是一大段 十張四十幾萬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強勢股 它發動了呢 今天華漢 我們重新的把它做接回的動作 353附近很好買 今天現買快要攻漲停 這一檔洪家軍的一個機油股 我們在5月20號已經操作過一大趟了 當初你看到我分析它的基本面 你不心動嗎 低一季獲利新高 前四月營收都成長兩倍以上 不是只有20%工業電腦機器人華漢 5月20號買在308 訊息的時間跟價位 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了 保證一定買得到 買完之後股價衝高 來到5月29號最高392 我賣在10點11分的385附近 當著價格在387 這樣一買一賣 創造了將近80塊錢的利潤 我落袋這一大段我賺到了 回檔修正我這邊有接回 這邊我做了一趟的價差 我就不再贅述 那今天整個華漢 你看到的是什麼 形態上的突破 你看到的是什麼 五天轉折的買點 雙重轉折買點浮現了 你要不要買 你懂不懂得買 大盤的強度已經在增溫了 你獲利的機會來源更多了 類股之間的輪動性的節奏會更快速 你的操盤的節奏要更積極 所以我今天特別要告訴你 積極買進強勢股 你反敗為勝的機會來了 今天的華漢它當然是強勢股 五月營收繼續成長 成長176%將近兩倍 雙重轉折買點你清楚嗎 今天的量漂不漂亮 帶量突破就是一個買點 五天轉折向上又是一個買點 兩大立基型 我看到了我帶會員買 買在什麼價位 買在什麼價位 9點15分的華漢 五天轉折向上 353附近買回 15分 華漢的位置在幾塊錢 353 你是我會員9點15分收到訊息之後 你去掛價 353附近保證一定買得到 就要對時對價 訊息完整的內容 呈現給你知道 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股票就是一買一賣 創造整個完整的利潤 之前308到所謂的387 創造了80塊錢的利潤 怎麼買的怎麼賣的 我們全程公開 其他的分析師做得到嗎 其他的分析師敢把它 買點的訊息公開給你知道嗎 可能不敢 怕公開之後 買的股票下來 敢把賣點公開給你知道嗎 好像也不太敢 因為怕賣掉之後又上漲 我們的操作見解 該賺利潤我會幫會員帶到 買賣的流程很務實很實在 要乾淨俐落 我不會跟你拖泥帶水 盤中的訊息相當重要 因為買賣點稍重即逝 就是這樣 你常常不是發現到 股票上去了 最低那個點 第一個時間也沒有買 好可惜喔 接下來不敢出手 賣股票也是一樣啊 下來了 最高那個點 早知道早一點賣就好了 又捨不得賣了 賺錢的股票變賠錢 你會更捨不得賣啊 所以你滿手都套牢股票啊 這是蘇家目前的一個操作模式啊 贏家的操作模式當然不一樣啊 進出有依據 乾淨俐落 我不會跟你假設怎麼樣買進 假設怎麼樣才賣出 訊息的內容 你自己看一下今天的華漢嘛 9點15分 五天轉折向上 353附近買回啊 15分 華漏位置在353啊 對值對價保證一定買得到嘛 買完之後 有沒有衝上去 盤中差一點工漲停啊 尾盤收在378啊 353買的 到收盤價378 一張25塊錢 十張你今天可以賺25萬啊 安心續報啊 沒有漲停沒有關係啊 只好強勢個股的華漢 我今天買在發動點 我今天現買現賺25塊錢 這盤好不好做 跟對人賺翻了 跟錯人 沒用的資訊 對你來講是負擔 所以我希望在大盤 目前的一個行情脈絡 它已經有轉強的跡象 因為整個大盤的籌碼面 清洗得相當乾淨 融資減少幅度 已經遠超過大盤的下跌幅度 這個盤有得賺 所以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強制股 當然要買在發動點 你要積極來卡位 肋骨之間輪動性的一個節奏 趕快跟上來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第一個現場 巴菲特 巴菲特 認可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巴菲特 巴菲特 運達投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02-2781-01909 2781-01909 世宏 冷氣調高點 風景美一點 燈光挑暗點 氣氛好一點 捷電 使今下最美麗的流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9点41分 云相 穿戴医疗晶片 双底完成上工 97.5买进 9点41分 扒给汇你讯息了 你看看 经过一分钟 股价几块钱 97.2啊 你收到我讯息之后去挂97.5买得到吗 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买得到 买在97.5啊 我们不会呼隆我们的会员跟电视机的观众 告诉你 我这边画个圈圈买在91.9 或是这边画个圈圈买更低啦 事后看图说故事 不需要我来分析这场股票的好 你要的是一个真实的操作 原相这场股票本来做车用晶片的 目前跨足到穿戴医疗晶片啦 目前智慧型手表是一个热门的产品啦 那智慧型手表有什么功能 有技步的功能 可以量心跳 可以量血压嘛 所以它一定要有穿戴医疗的晶片啦 原相跨足 接下来呢 基本面当然会增温啦 因为Apple Watch听说卖得不错嘛 所以在一个双底完成的一个架构 发动了我今天现买现工暂停 9点41分 原相穿戴医疗的晶片 双底完成上工 97块半买进 当中交易在97.2啦 讯息完整的内容 同样我来跟你对这个时间价格 你是我会员 很幸福 今天现买现工暂停 这边都在97块半以下啦 有没有拉长听 飘不飘亮 积极买进强势股 强势股买在发动点 我有没有说到做到 我们对的经验不是只有一档 大盘目前它的一个强度已经增温了 内股之间的一个轮动性的一个节奏会加快 你要赶快跟上来 你要赶快跟上来 不用去光旺 我也知道你可能 大盘的一个之前的整理架构啦 从1万点跌到9170啦 这过程让很多同名 信心崩溃 所以呢你一直在卖股票啊 这边下来嘛 好伤心喔 融资一直减码嘛 一直卖嘛 那上去呢 终于有比较好的一个卖点 可以卖股票嘛 对不对 融资去递减啦 但是你要卖对啊 你要卖弱势股 买强势股啊 如果你弱势股不会放空的 至少大盘弹上来卖嘛 但强势股不要随便卖 要跟着买 买在八栋点 这是你要掌握的一个超盘节奏性 你不能做不到平啊 弱势股弹上来的 嗯 有点板弹空间了 好像还不错 所以续报 打个差 强势股呢 诶 长好凶喔 不敢追 打个差 你要的是强势股的波动行情 它为什么抢 就是因为基本面够棒 形态够强 筹码够稳 所以法人追逐 公司派做多 外围的人士一直在卡位的股票 你跟我买 你安心坐在轿上 你会得到一个可观的财富啊 所以今天原相 有没有买 买在97块半啦 买在这个位置漂不漂亮 你自己问嘛 我没有浪费费人的时间哦 动了就买 买了就赚 这不是你最需要的吗 所以整个原相 看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双底 完成一个架构嘛 看这个量 你就知道它发动了啦 对不对 穿戴医疗晶片 很夯的晶片 智慧型手表都会用得到的一个晶片啦 所以业绩不成问题啊 97.5买进 买完之后 有没有拉上去 我需要跟你吹去买在更低点吗 没需要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嘛 我可以随便呼啰吗 我们是跟会员的一个合作基础 建构在我的诚信跟实在啦 这样合作才会长长久久啦 所以希望在大盘强度 已经增温的情况之下 类骨这些轮动性的一个结构 如果你掌握清楚了 你会转不停 你会转不停啦 所以你看像之前 我们红海转过了嘛 再换茂莲 茂莲转完了 再换东荣新 东荣新转完了 再换可乘 对这是你之前 我们看到举例的一个 操盘tempo嘛 东荣新 我礼拜二卖掉啊 亭力卖出加码可乘嘛 礼拜二东荣新 137卖 资金转加码可乘 很清楚吧 礼拜二啊 东荣新 几块钱 你自己看一下嘛 礼拜二 23号嘛 卖在137 结果东荣新 结果东荣新是不是下来 资金加码可乘啊 上去啊 卖掉股票下来 加码股票至于上涨 那不是一个完美的结果吗 所以对于我们的一个 个股之间的轮动性的一个架构 那种衔接性 你要一档一档跟得很紧 我不会乱枪打鸟 我也不会无中生有 每天那射飞标 这不停 你的资金有那么多吗 我们是一档 赚完再换一档耶 你看得很清楚吧 一档赚完再换一档 你才会赚不停嘛 所以对于 整个一个东荣新 礼拜二卖掉之后 去加码可乘嘛 没有错吧 可乘我们是在365 开始买进的啦 6月15号 每月的时候 增长两位数字嘛 365买进 当初价格在364啊 6月15号买完之后 8天转折向上 礼拜二把东荣新 卖出的资金再加码 结果呢 礼拜三继续上涨嘛 我昨天不是告诉你吗 我不是只有看到391啊 平盖股的可乘 不是只有上半年业绩好 下半年更旺 老板已经出来背书了嘛 基本面强 形态够棒 筹码又稳定啦 这种股票 昨天告诉你 我不是只有看到391啊 今天股价呢 来到388.5啊 差不到3块钱啦 现在一个投资庙 越靠近391 当然越有获利性的卖啊 这我当然知道啊 但是我昨天已经告诉你了 我不是只有看到391 我们掌握一档价值型投资标的 如果它有波段行情 而且是大波段的 配合这大盘的走势 已经走强了 你认为我会把它当作短线的股票来操作吗 我会看场我就不会做短 对于这种大波段行的一个基欧股 或许有些人会说 动得好慢 动慢吗 从365买的耶 到今天收盘价也有15块钱的一个利润啦 会慢吗 总比你那些弱势股不会动 好太多了吧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同妹 你目前手中的股票 如果不动的居多 让你赔钱的居多 赶快检查一下 如果基本面形态弱势的股票赶快换掉 换到我的强势股 不晓得如何转换的 没有关系 我来帮你代劳 我来帮你服务一下啦 纵使你现在现金之位 现金的部位不多 满手都套到股票 用你的股票换我的强势股 一定会得到一个正面的效果 但是你要赶快行动 因为盘已经开始在加温了 我刚才讲过了 大盘已经开始在加温了 成交量 大盘成交量今天 1012亿啊 超过1000亿啦 大盘要有上功的动能 至少1000亿 这是很简单的量价结构 我早就跟你分析过了 所以这么漂亮的 五根红K棒 再配合今天的一个大盘量 再配合着大盘融资约大减287 筹码很稳定 你赚钱的机会真的越来越多了 因为操作难度降低了啊 所以我才特别的 再度的提醒投票 从今天开始积极买进强势股 强势股 你跟我买在发动点 你一定有可观的利润了 今天的华汉 你自己看一下 我们之前操作了一大段 赚了80块钱 很棒的 GEO股啦 你看看最新五月营收 年车能力高达176% 一样比近两倍啊 今天出现什么样的双重转折买点 形态上的突破 五天的转折 这根发动量我看到了 我就带会员买 我就带会员买 9点15分的华汉 五天转折向上 353附近买回 当初价位在353 同样对时对价 353附近保证一定买得到 一定成交吧 买完之后 盘中差点攻涨停 尾盘收378 353到378 10张25万啊 虽然没有涨停安心续报 因为发动了 你跟我现买现赚 你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大盘目前强度已经增温了 在筹码稳定的一个现况之下 个股之间轮动轮涨的节奏会加快 你要积极的把握 我们给你一个超盘节奏性 你反败为胜的机会来了 你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 千万不要消极 千万不要缺席 这是我今天盘市的一个变化 所给你的一个操作策略 还不许要如何操作强势股的 不许要如果买在发动点的 希望广告中的资讯专线 你好好跟现场处理做联系 跟洽谈 明天如果有股票发动了 我第一个时间带你进场 明天见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倒快 使命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额排气密窗 2987 1111 阿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股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价专线 资料27810909 27810909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就业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股 0227810909 0227810909 这是一场把你变小的冒险旅程 带来五感超满足的超Q新体验 6月18日起 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超Q现身 购票请下官网过来电洽询 男女老幼都是用 打破传统运动 让您每寸肌肤 包括五张六腑全部动起来 全方位的运动 在家户外切咳 瘦身节中酸痛回蝶绣 都有很好的效果 2533 5555 2533 5555